明华原剧团今年要迈入85周年 推出全新改版的妖罗正传 让新生代团员担任要找大展身手 这名小生孙翠凤的小女儿陈昭贤 更担任母亲原本在舞台上的角色小妖罗 孙翠凤更一肩单起 母鸡带小鸡的重责大任 她透过新版的妖罗正传 要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表演者 台湾这名小生孙翠凤带着一群新圣诞演员 呈现明华原2013年的经典戏码妖罗正传 我在旁边看这个紧张度一直在飙高 因为我非常的紧张跟担心 万一哪一个动作 他们稍微的闪失一下 可能我自己血压就要飙高一下 新版的妖罗正传角色众多 每个小人物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将分为首部曲 二部曲 陆续演出 其中孙翠凤的小女儿陈昭贤 将单纲母亲原本的角色小妖罗 母女同台上演对手戏 一开始接到的第一个礼拜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可能跟国宝级的演员 要一起同台尬戏 后来呢妈妈跟我说 你只要放下自己的身段 然后呢你进入角色 那这是其实是我们戏剧总团里面 所有演员的训练 只要进入角色 其实都没有这么难 新版妖罗正传看得出老剧团 想要传承格仔戏的心